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会用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则历史故事 和一部影剧作品 带你了解历史上发展一些重要的事件 我们今天又非常开心 邀请到的是麦嫂 大家好 我是麦嫂 好的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的是 在1929年10月24号 所发生的华尔街大鼓灾 那其实也不一定是10月24号 因为其实从1929年的10月28号 也就是10月24号之后的四天 的礼拜一 然后是29号礼拜二 就是有爆发了一个 无法止血的股票狂跌的现象 所以10月24号也被称作是前兆 就是说在这一天 美国的纽约股市证交所 他们就发生股票暴跌的情况 然后结果到礼拜一之后 就发生这种狂蟹 狂跌这样的现象 被称作是所谓的黑色礼拜一 或是黑色星期二 另外还有就是说 这个股灾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又更加的严重 所以还有像是比如说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五 或是黑色星期一 黑色星期二等等这样的一个称呼 当时在一个礼拜之内 这个股票或是经济衰退等等的 这样一个现象 就一发不可收拾这样子 而且这件事情之后 就让全球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 所谓的经济大萧条 这个在我们之前提到 这个John Dillinger的越狱的时候 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有提到过 就是说在1930年代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美国经济大恐慌 经济大萧条时期 就发生了很多这种抢劫 犯罪事件 所以当时的这些民众 也对这种金融业者 非常非常的不满 所以这些抢劫犯 或是这些罪犯 他们在抢银行的时候 也被当作是这个英雄人物 因为就是你们这些金融业者 就是你们这些 跑有的街在那边玩股票的 这些人高垮我们的经济 所以派出这些人 然后来惩罚你们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对当时 全球1930年代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从1929年的年底 10月24号这一天 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影响层面非常非常的广 我自己个人 虽然有在买一些零股 就在玩玩这样子 可是我的股票的研究 没有那么深入 我不知道麦嫂 平常有没有在 有时候买股票 存股 或是在追踪这些股市 或是你有没有对 这个华尔街大股灾 发生的原因有做一些研究呢 其实个人在做股票投资 应该是最近这8年到9年的事情而已 我没有玩很多 OK 大概就是对 大概可能就是拿个50万上下 再玩而已啦 没有下很多 50万因为很多 就是 陆陆续续啦 但是因为我没有炒短线 所以很多都是持股蛮久的这样 然后最近因为ETF比较稳嘛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熊市啊 熊市跟牛市大家会分 是是是 对对 然后就熊市 所以就变成说我可能 只有买这种一篮子股票这样 但是我觉得 对于当年为什么股灾会到这么惨烈 应该可以 呃 原因就是讲一次大战那个时候 因为主要战场在欧洲 然后其实欧洲的后援就是美国 那因为美国都是到最后才参战的 挂地外部很厉害啦 所以那时候就变成生产了非常多的粮食 然后就是运到欧洲 因为欧洲需要重建 那但是后来变成生产过剩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开玩笑说 那个密西西比河啊 那两大河 他说其实整个河面都是牛奶哦 生产到牛奶到河里面这样子哦 啊生产过剩啊 对对就到河里面 就供过于求嘛 因为以前如果是供不应求的话 就是会涨嘛 那如果供过于求就是会跌这样子 对那因为其实美国那个时候就是 算是大粮仓 所以就变成搞道变了 你看这连牛奶都到河里有多严重哦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见为资助啦 有一些懂的人就知道说 哦那这样子好像资金炒作太活络了 所以是不是要稍微保守一点 那那时候就有传出一个笑话是这样子哦 就是在那个古灾还没有发生前的一个月 就是有一个叫Joe Kennedy的人哦 他后来呢就有个儿子就是John Kennedy哦 就是约翰甘乃迪的老辈哦 那他是怎么起家的 他就是炒股起家的哦 听说他有一次就是要去交易所的时候 遇到个插鞋童 然后插鞋童竟然跟他滔滔不绝的在讲股票 有点像是两年前哦 就是连高中生都滔滔不绝的在讲股票 那个时候其实你就要警觉就是股市太热 所以这个John Kennedy就怕到 就赶快把他手上持股通通都卖光光 所以他没有怎么被损失到 但是如果疯狂炒股的人 在那个时候就应该要知道 大事要大条啊这样子哦 所以就是从最早的生产过剩 然后大家呢不停的变卖自己手上最有用的资产 然后来炒股 然后狂印美超通货膨胀 那你说这事情会不会发生状况 果然啊在那时候其实股市交易呢 没有像现在哦全部都电子化的 都是顺喜顺便 他们那个时候都还是用电报了 纸张飞来飞去这样子哦 所以就变成讯息的落差 就很多人呢基本上就承受不住那样的压力 就变成可能到时候一些估价也出了状况啊 然后再加上就是在这个炒作股票的人呢 没有拿出适当的担保金啊 然后变成信用破产 然后很多银行呢也收不回他们的贷款 所以陆陆续续的这样子股牌效应 这样子连环倒 最后就是爆发了刚刚XY讲的这个股灾事件 听说那个时候就很像下水饺一样 很多银行家都跑去大楼顶端跳下来哦 就在路上都可以捞尸体哦 是这么严重 对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听过一些传奇故事啊 就是说早上明明就是在外面喝咖啡嘛 结果这个下午看到就是这个满地怎么那么多 从上面跳下来的神这样 对那所以其实你知道纽约那边有很多高楼大象嘛 所以这个又这件事情又更加严重这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很多这种传奇故事 大家可以去搜寻这样 所以简单来说啊 就是说这个股灾呢就被视为是这个20世纪出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嘛 那也是因为刚刚麦草稍微有跟我们提到过 就是在1920年代兴起的这种股票投机风气哦 然后金融业快速发展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假象哦在一瞬间哦像是泡沫一样的就是瞬间蒸发 所以就让很多的这种消费者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了这样十年的灾难啊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 就是说呢这件事情也凸显了就是资本主义啊 或是这种自由市场的一个缺陷啊 就是说经不起这样一个小小的动荡啊 或是说这个大家都在接这个手核弹一样嘛 就是接这个定时炸弹这样 接到谁手上爆炸 哎照样的就是你 其他人可能就是我就是该卖的就卖啊 我就是有点在投机这件事情嘛 所以哎他竟然可以躲过哇塞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嘛 所以呢这也让后来兴起的这个共产主义啊 或是德国当时兴起的这个纳粹主义啊 或是意大利当时掀起的这个法西斯主义啊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别于过去资本主义 金钱至上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理念 然后来催生出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胆爆发了 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扣警的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这个战监期啊 全球陷入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气氛 就是说我们到底信仰的那个理念 或是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重建了这样一个世界秩序 一稍微不注意啊 哇塞马上就这样子崩盘 哇那到底什么东西才靠得住 这个就是当时我觉得蛮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这样 发生完那个事件之后后来 华尔街有建立了非常多的机制 好杜绝 以后这种事情再度发生 有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叫熔断机制啦 嗯哼 Circus Breaker 就是如果下跌太快的话 就直接暂停交易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你还可以看一下 那个华尔街那部电影 他其实里面就有讲到这件事情 就迈克道格拉斯那个角色 他就是专门在炒作的 到最后就搞到 熔断机制来不及 起来 然后他自己就挂掉了这样子 嘿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 应该差外还没有出生吧 那个曾经有一个港剧非常的红 叫大时代 我知道节目 郑少秋跟刘青云 丁穴 对不对 所以那个香港股市 经常会讲那个丁穴现象就是这样 就是炒作股票炒作到最后 全家人全部都同楼上跳下去了 然后丁穴这个家伙也算带种 就是郑少秋他演反派 因为他以前就是演楚留乡 演那个少校帅哥 但是他难得演一个很大的变态 他最后是要死的时候 把家里所有的小孩子全部都丢下去 然后自己在跳楼这样子 哦真是大快人心哦 所以后来就有非常多这种 禁止那种算是冲洗机制的 就是太快速的上下摆动那样的机制 所以他就会暂停交易 然后麦少那时候自己个人差点中招 就是曾经在今年的半年前 那时候在炒元宇宙 有没有 后大家一直讲元宇宙的时候 是不是毛起来去买某某股票 宏达店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麦少想说 哎 因为宏达店我那时候是 我绝对不会买的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手机 已经到那么可怕的程度了 现在元宇宙 那我是不是来去给他点一下这样 后来发现看炒得太热的禁止交易 在我没买 如果买下去的话就宏达店那时候 元宇宙议体刚起来炒到78块哦 然后结果呢 你看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是礼拜六 前一天只有51块耶 哈哈哈 我没下去我是 那好在 哎你看像前阵在炒那个什么东西啊 那个航海王 对航海王 那买下去不是也是跌惨的 更不用讲台积电 我就是那一根韭菜 你台积电不会买在六百多块吧 你买六百多吗 当然没有我当然买到五百多啊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低于四百了嘛 这个真的是哇塞 我也是觉得 好啦我就放水流了这样子 哎昨天昨天看到大盘财一万两千 哎他妈的 所以我来说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了在台湾体制 没有那么差啦 真的要有信心一点 就这样 是啊 因为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个垄断机制 这个也是 我觉得台湾的股市也有这样子 类似的一个防范机制嘛 就是说涨超过多少percent 然后或是跌多少percent 会管起来这样 我们就是暂停交易了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后来啦 就是虽然我们这个是自由市场 或是这种资本主义股票等等的这样 就让大家去自由竞争嘛 可是呢还是有多多少少要需要有这样子一个机制 然后来防止这个灾难再次的发生 但是我觉得很难保啊 你看前阵子也不是前阵子啊 大概十年前那个什么雷曼兄弟倒闭啦 或是这种经济 那个也是一样有这种金融海啸啊等等 那个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啊 我觉得还是扎扎实实 苦干实干 好好去做生意啦 我觉得对 然后我觉得说这种 我们讲这个就大家还要去补看一部电影就是 大麦空 对大麦空 对对对对 其实蛮多人跟我说大麦空里面的一些术语太难 他看不太懂 他说人家都叫马哥罗比泡在浴缸里面讲给你听了 你还听不懂 所以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对不对 那因为其实像那个麦克罗比阿就是那个克里斯蒂贝尔演的那个角色 他其实现在他其实一直有在提醒 他说大家真的不要一直盲从 就是人家叫你投资什么就跟着投资 你就是为最后那只老鼠 他就是那种很喜欢敲墙末世警钟的那个人 你要想他只有一只眼睛 他实际上真的就只有一只眼睛 所以他没有做医生他就只做投资 所以他告诉大家就凡事要冷静多经查证 你看大麦空里面那几个人 他们为什么反向操作 就是人家都有去查证啊 竟然连脱衣五娘没有信用的人 每天只能赚零钱钞票的都可以买房子 而且好几套 你就知道这房地产过热 嗯 是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大家如果真的要去 比如说买股票啦 或者做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说玩股票玩不掉 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股票不是玩嘛 是投资啦 然后我觉得就是你有这样一个资本 你想要去做一些投资 还是做一些买卖 我觉得是件好事啦 可是如果你去玩啊 或去用那种投机的心情 去做这种金融交易啦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有关于华尔街大股灾 或是经济大恐慌的电影 其实蛮多的 但是我觉得多半都是有关于这种惊悚类型 或是在呈现那个经济大萧条 那个民不聊生啊 大概黑色电影崛起的那种时代 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部片呢 是在1985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叫做《开罗子玫瑰》 他的导演是伍迪艾伦 那伍迪艾伦我们之前 比如说我们在格力报新闻 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电影介绍的时候 我们就有发现说 伍迪艾伦他虽然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导演 然后拍了很多这种很经典的喜剧电影 但是他的私生活 是蛮多人这个有争议的 但是我觉得在1985年的时候 他推出了这部片子 他就是以这个经济大萧条为背景的故事 然后故事就都描述说 有一位被长期丈夫冷漠的 甚至是被家暴的这样的一个女人 西西亚开始说起 他就说他的丈夫呢 因为股灾的关系失业 然后长期呢就是在家里面 有少耗钱找不到工作 然后就处处风流啊 所以就开始呢 这个西西亚就对他的这个婚姻感到厌倦 所以他开始逃避现实 那他经常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就看一部电影 叫做《开罗纸玫瑰》 那这部片他纵使看了好几遍之后 他也看不腻 知道了就是他遇到了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那种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这部片呢 他算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 人民苦衷作乐啊 然后从这部片子里面 他也可以看到当时经济大萧条之后呢 这些人民们对于这种未来的啊 失去了希望啊 然后每个人好像都只想要及时行乐 身上有钱 然后我们就是要花掉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里面 你可以看到那个的社会气氛 只不过呢 我觉得应该吴迪艾伦他的片子 就是知道很多话很稿微 然后呢 就是主要还是take一个主角 他的生活的一些细节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饰演这个 我刚刚说了 西西莉亚这个角色 是一个美国的演员 叫做米亚法罗 然后他曾经有演过像是比如说诗音记啊 能暖人间啊 或是这个汉娜姐妹啊 而他也有跟这个 武迪艾伦就是有合作过几次了 然后那这部片子里面 我觉得他在饰演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对于婚姻状态 然后自己本身又没有什么工作啊 然后之类这样子的一个妇女 然后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诠释 所以我觉得武迪艾伦啊 他重新诠释了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过去我们在对于这段期间 那种很悲惨啊 什么的那种状态 他用那样一个不同的幽默的方式 然后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时代氛围 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蛮特别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历史故事 还有什么推荐的电影啊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 都欢迎在留言 请问留言 或在首部罗子来跟我们做互动哦 当然呢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声音的话 也不用按赞 追踪我们脸书粉专 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IG及各大声音平台 也别忘了在 在AWO Podcast 上留下五星好评 并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荐 和分享我们的节目 让更多人加入我们讨论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H&M36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